次黎,贵高原特有的野生水果,被誉为维C之王。 次黎本身,在所有的水果之中,维生素C含量是最高的,100颗次黎差不多就有接近3克多的维生素C。 同等条件下,次黎的VC相当于苹果的500倍,VP相当于柑橘的120倍,SAD相当于西红柿的73倍。 可以说,吃下一颗次黎,相当于吃下了一大波果蔬。 次黎,是一种稀有的滋补营养果实,生于海拔500到2500米,以贵州次黎最为出名。 由于其每年的收获期不足30天,所以每一颗果实都更显得尤为珍贵。 次黎不仅能够给人体补充大量的维生素C,还富含超氧化物其化酶、SAD等物质。 SAD能消除生物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,提高人体对有害物质的代谢解毒能力。 增强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。 据《本草纲目十一》《中药大词典》等记载。 次黎的花、果、叶、紫均可入药,有健胃、消失作用。 根皮还有止泻的功效。 将三高、SAD能够清除沉积的自由基使沉淀的脂蛋白重新变成游离状态。 血管通畅了疾病自然减轻或痊愈。 对心脑血管病症,预防老年性痴呆都有效果。 离味道酸甜,吃法也很多样。 生吃、榨汁、泡茶都是不可多得的美味。 但需要注意的是,次黎性良,不宜过时。 天天吃可能会闹肚子,还是要坚持适量的原则。